再来国际的大焦点 昨天日本石川县发生了7.6的强震 目前已经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还有一人昏迷 灾区的居民在未来几天 他们不但要严防 可能再发生最大震度7级的强震 日本气象协会也警告了晃动剧烈的地区 今天清晨他们的气温是降到了零度以下 预估今天石川县各地的气温将会比昨天 还要再下降大约摄氏5度左右 今年的第一天 日本就发生了如此规模强烈的地震 那首相岸田文雄 他也紧急收架了下达三项指示 更要政府与地方共同的努力 以生命第一的方式来救助受灾者 一阵地动天遥 日本地铁站内灯光呼明呼暗 电子时刻表几乎解体摇摇欲坠 民众赶紧爆头 日本发生规模7.6强震 民众待在家突然剧烈摇晃 惊呼连连 屋内物品倒全一片 根本寸步难行 走到冰箱拿东西 还要扶着墙壁 街道上路牌左摇右 逛剧烈晃动 日本石川县南登地区 新年第一天 台湾时间下午3点06分 发生规模5点7地震 短短四分钟后 又再度发生规模7点6强震 最大震度高达7 保龄球馆内积分板上上下下 天花板上的玻璃摇摇欲坠 接着砸落地面 民众吓得躲在桌子下避难 神社内的树枝被震落 石灯笼也快砸落 各地纷纷出现房屋倒塌 薄油路面整个隆起 甚至有民众受困废墟 当地医院也表示 陆续接收庶民骨折 以及遭到物品砸头的伤患 医疗人员根本忙不过来 甚至因为地震停电 只能靠自主发电机来治病 正逢新年休假的首相岸田文雄 李克收假赶往官邸 处理地震相关事务 南韩气象机构表示 日本强震导致首尔首长海啸 已经抵达东海岸 高度达到四十五公分 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的南登半岛一号下午开始 余震不断 不只导致他们的路面都军裂毁损 上月东海道新干线也受到了影响 南登机场也是因为跑道突起 所以宣布今天全天是停飞 那么石川县有数百灾民 被迫在涉事一度的低温之下 度过了震灾首夜 好那其实呢 我们来看到部分地区 像是日本海的那次 都发布了海啸警报 而目前呢 新西机场还是暂时关闭的 有不少台湾的旅客都受到了影响 虎航就有一架 带着156名的旅客的班机 从桃园机场起飞之后 晚间已经直接折返 我们回到日本 今天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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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去日本旅客心急如焚 一号下午在日本石川县 发生规模7.6地震 部分地区发布海啸警报 另外的新西机场也暂时关闭 途中他就说要返回台北 所以地震也没办法 大地震可能以后海啸会发生 所以飞机不敢下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啊 只能说平安就好了 就要请四天就回去认真上班吧 行程泡堂旅客脸上挂满无奈 虎航一架班机 载折156名旅客 1号晚间6点25分 折返桃园机场 长城发生当夏天摇地动 当地店内商品全被摇落 不少台湾旅客也滞留在日本 探行共4团受影响 其中两团1号计划搭机赴日 现野原机折返 另外两团共60人原定1号返台 目前则滞留在新西机场 东南旅游共4团在北路中部地区 三团在明古屋 一团已经前往长野县 雄师则有8团还在日本中部 可乐共5团147人还留在当地 但所有台人均安 外交部也承诺给予协助 以联系辖区内各侨团及留学生组织 尚未听闻有受灾状况 日本发生强震 台湾不遗余力 屏东县长周春敏下令 搜救队也已纷纷开始整备 随时出动救援 只求灾害降到最小 记者王志文 陈明轩综合报道 这起7.6的强震导致了日本西侧沿岸 还有南韩的东边海域都有发布 海啸警报是不容轻忽的 日本地震考古学者就表示了 这场地震它很有可能是去年 2023年5月一场规模6.5地震的余震 太阳星全校克肺有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一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